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4年的9月27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中国乱世正式开启 2024年9月26日 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6日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这次会议最主要讲述了这几点 承认经济出现了问题 对于地方财政亏损 必须确保关键财政支出 尤其是体制内和事业单位减少欠薪 并通过合理运用 超长期国债和地方债来减轻财政压力 同时房地产市场依然是重要环节 土地财政和房地产行业还要大力发展 此外需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优化民营企业环境 促进消费增长 特别是重点扶持养老和幼教领域的发展 同时支持制造业引入外资提升整体经济活力 总结下来就是财政要多花钱 主要花钱方向是搞基础设施建设 保交楼支持破产的房地产公司 财政没钱的话就由央行来印 中共经济萎缩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但中共是真的神 只用三天研究一下就解决了通缩这个经济癌症 然后宣布我们治愈了癌症 确实股市大涨了 一般来说全世界就经济有日本模式 30年时间出清债务 这期间经济一直萧条 美国模式大放水造成大通胀 然后又再加息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阿根廷模式 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 把不需要的部门和人员砍掉 收紧财政支出 激活经济 这其中阿根廷模式是最好的 但是中共一定不会向自己人身上砍刀 只会苦一苦百姓 于是采用金融和财政刺激 就像一个癌症晚期患者打强心针一样 没有一个免疫的机体 也就是实体经济做后盾 只能是死得更快 如同2008年的4万亿一样 此次就是给金融从业者和上市公司老板 提供了绝佳的套利盛宴 少部分人将积累巨大的财富 代价是央行通过印几万亿的钞票来买单 也就是十几亿老百姓来最终承担 由于没有任何经济层面的改善和根本制度的改革 这些人套利后只会加速离开中国 并不会拉动本土的投资和消费 而且无毛印钞正式开启 基础生活必需品价格会疯涨 无毛印钞人民币变值也就在三年之内 共产党再次换潮也没有用 不出一年还会是如此 并且老百姓的耐心会很快耗尽 届时中共军管也都没有用 因为军人发的那点工资在各种物价疯涨之下 也是购买力大幅下降 军队内部也会人心涣散 当那时中国只能分裂 各省只能自救 中央届时也无力约束各省 中国乱世正式开启 这也从另一面说明了 中共已经无计可施 死马当活马医了 如果印钱管用 可以包之百变 这世界的发展就不必再遵循什么经济规律 反正印钱发钱调利率 谁不会啊 那最富裕发达的国家 应该是金巴不为了吧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